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可以说呢 很多都会怎么样 很多人会发现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to download music for free 免费从一些网页下载一些影片 事实上是违法的喔 因为这次没有经过 等于是侵犯他的制作财产权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后面 他上传是什么样的影片呢 他上传是show video 他把它上到online 我们先把online先去掉 因为这只是地方副词 好我们看喔 他的影片是什么样的影片 show video of himself 他自己的影片 那他自己在里面做什么呢 他在这里面在里面 sing Justin Bieber's song 好来看这个sing的用法 那他这个sing 是用来形容前面的hincel 那hincel是人 人本来就可以自己唱歌 所以他当然用分词ing的方式呈现 那这个用法呢我想要稍微在这边提醒各位同学 这个用法其实很好用喔 我们来看这边 先看例句 shang manders uploaded video of himself 然后呢 singing justing Bieber's song 好 就是呢 他自己在干嘛呢 自己唱 自己在唱justing Bieber 因为他这个sing 是以形容前面的hincel 那当然用分词ing的方式呈现 对不对 因为他自己可以唱歌 那我们也可以举别的例子啊 比如说 上大学之后呢 i can never forget forget the sing 这个场景 什么样的场景 of my mom 我妈妈的场景 我妈妈在干嘛呢 cooking at the kitchen 妈妈在厨房做饭的场景 是我永远都难以忘记的 那sing 那cooking一样 那为什么是用 那个ing呢 因为他是形容前面的这个maw 那maw本来就是 人可以自己做饭的 对不对 所以整 形容妈妈做饭的场景 好那我再举个例子哦 我还可以再举说 比如说呢 你今天在路上 在去美国玩的时候 居然在捷律上碰到 那你就偷偷呢 要求他跟你合照 没有让任何人发现 那他也同意 因为没有人认出来嘛 那他当然不需要大家认出来 所以他就偷偷 就答应跟你合照 你回国之后就很开心 I show my friend a photo of myself 给我同学看一张我自己的照片 你同学会想说 你自己的照片有什么好看的 你的instagram就这么多了 但是这个照片不一样哦 因为我干嘛 在照片中我呢 standing beside beside sharmandes 在照片中呢 我居然站在sharmandes的旁边 那一样 myself 跟standing 会用standing的关系是因为什么 这是形容我自己 所以意思就是呢 我给你看一张 我自己站在sharmandes旁边的照片 好 那他一开始做 在唱这些justin beaver跟 asheran的歌呢 这种情况 因为他一开始 并没有自己的专辑嘛 那他一开始这种身份 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个cover singer 所谓的cover singer 就是一个翻唱歌手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专辑 所以他就只好先翻唱别人的歌 cover singer 那我也可以说呢 sharmandes 在当时 刚开始的时候呢 covered many singers songs 他一开始呢 cover了非常多歌手的歌 因为他没有自己的专辑嘛 对不对 ok 所以many singers songs cover这边当动词 就是翻唱的意思 好 接下来呢 he never imagined that this video would become so popular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从来没有想过 原来这些video 可以变得这么的受欢迎 so that 把那个so that 画起来 如此以至于 这么的受欢迎 加上that的子句 后面再提醒一次哦 that的子句 后面的句子 必须是完整子句 所以他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词 还有自己的动词 他没有想到 这影线会变得这么受欢迎 以至于他最后 居然会跟一个唱片公司签约 好 那我们看这个enda的用法 那我相信 sharmandes本人 可能当时都没有想到 他自己上传这些影片 居然可以让自己 跟唱片公司签约 这件事情 是他根本就意外的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会有这种情况 会发生 他觉得很惊 一定很惊讶嘛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sharmandes sign with record labels 这件事情是他非常意外的 那我们看到这个sing的用法 sing他后面是JIVING 因为遇到end up 最后居然怎么样 最后后面这个片语的用法 遇到end up后面的动词 都不许是ing 因为这表示他最后居然怎么样 没有意料 没有预料到会这个情况发生 好那我们再举个例子哦 假设今天你班上的同学 要大家去看电影 可是都没有人要跟他一起去看 他最后就只好自己一个人去 所以呢我们可以说呢 Andy invite everyone to watch movie but he end up going alone 他最后居然自己自己去看了 我相信Andy一定不愿意自己去看 结果被想到他最后居然还是自己去了 这是他意外的结果 所以end up我们再复习说 片语end up的用法 我们会说呢 end up后面是接动词VING 然后表示最后 最后居然怎么样 这是他意外没有想到的结果 好那他跟插庇公司签约之后呢 this was the star of the unstoppable force that is Shawn Mendes 那这个stop原本是动词停止的意思 那加了ABLOE变成形容词 表示可以停止的 那再加上UN相反词代表不能停止的 所以这是一个不能停止的力量 force就是力量 that is Shawn Mendes 而这个力量就是 Shawn Mendes 好那今天我们看下一段哦 接着呢 我们看他桌子要介绍一下 Shawn Mendes的背景 ok Shawn Mendes was born in 1998 in Toronto, Canada 那他出生在1998年的加拿大多伦多 那他其实年纪并没有大同学很多的 好所以呢 when he was 14 years old 他差不多14岁的时候呢 he taught himself how to play guitar by watching YouTube video 好这个呢how to的用法 那这个how to其实上应该原本是什么 省略how to do how he can do 所以把这个how先劝起来 how to do how可以我们可以直接去冻词 如何弹吉他 buy 来把这个buy再圈起来 buy 或成為一個YouTuber啊 甚至學英文的影片啊 都有很多在上面 所以事實上同學現在是網路的資源是可以很多 是可以自學的喔 那He would compose six second video and then upload them to video sharing platform 好 compose是作曲或者作詞 或者是創作音樂錄影帶 比較像是 跟文字有關的藝術創作品 就可以用compose OK 所以呢 6 second video 那這個 注意到這個6 second的用法 那你可能以前也學過呢 5歲的小女孩 我們會說什麼 a 6 year old girl 那你會發現 雖然這個6 year是6歲 應該要加s才對 可是當它整個變成形容詞之後 都不可以加s了 那這個裡的6 second也是6秒的影片 and then upload them to the video sharing platform 它錄了一個6秒的影片 然後上傳到一個 video sharing platform video sharing一樣 當形容詞 影片分享的平台 那為什麼用ing呢 因為它可能是指後面這個platform 它把它擬人化 這個平台自己分享影片給所有人 那什麼是platform呢 platform本來是一個大的平面 比如說我們說的火車的月台 就可以叫platform 那但這邊指的是網路上的一個平台 供大家可能分享自己的心情啊 分享自己的創作品啊 那我們學校的靠北縫心 就可以是一個platform 那我們就在這個platform呢 大家可以抱怨一些事情 那我們利用這個 就順便來複習一下一個概念好了 因為我們把platform 已經想像成一個地方了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再一個句子給各位同學看哦 Sharmandis當初一定是怎麼樣 Sharmandis from this video sharing platform 他發現這個網路影片分享平台 那這邊有個小提示 要考各位同學哦 他上傳很多影片到 他發現這個平台 在這個平台那邊呢 他上傳很多影片 而且在那個平台 他變得很受歡迎 好那很明顯後面這個地方 這個後面這個句子 是不是用來形容這個平台 而後面所發生的事情 都是Sharmandis 在這個平台所做的事 對他來說 這個平台就是這一切事情發生的地點 形容地點的 形容是子句 我們用誰呢 是不是就是要用 where where he upload 所以以後遇到 看到這個概念的時候 雖然platform 他不是具體的一個地方 像公園啊 火車站啊 學校啊 但他想像的剛中 他也是一個類似一個地方的概念 在這個地方 就等於in which ok 所以再複習一下 這個之前考過的概念 好 在那個平台呢 他上傳了很多影片 in just a few months 這邊這個in呢 是指說 在幾個月內 本來in是地方的概念 就是在什麼空間裡面 但這邊指的是 在幾個月內 把空間轉成時間 he had gained billions of fans and became one of the biggest stars on line 你注意到這邊 還是有量要過去完成式 跟普通過去式 為什麼呢 因為他獲得很多的支持者 跟變成非常受歡迎的明星 還是有先後順序 他一定是先得到支持者 得到很多fans 然後他才變成明星的 還是有一個先後順序 所以先發生的 我還是用過去完成式 好 那接著往下看哦 他變得在網路平台受歡迎之後呢 他就被he was noticed 他被buy 他被一個人注意到 被誰呢 artist manager 就是所謂的經紀人的經理人 who got him a recording contract like got him a recording 這邊的got可以解釋為offered 提供他一個唱片的合約 因為他可能是要簽他當一個藝人嘛 就是歌星不是演員 所以呢 in 2014 he dropped his first single 這裡為什麼用drop呢 因為drop本來是像是東西 你從頭上把東西這樣丟下去 就可以用手這樣輕輕放開 就是drop 那表示他把一個東西輕輕的放開 因為他一開始只敢放一個單曲 他不敢直接錄一個album 因為他不知道市場的反應怎麼樣 所以他先輕輕的丟出一張single 就是他的單曲 叫做life of the party 那this was followed in 2015 by his w album 那很快在2015年他就出了他的專輯 叫handwritten 好那為什麼他2014年 出了單曲 2015年馬上就可以出專輯呢 可想而知 他在一年的時間 市場的反應就很好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這個follow的用法 好follow一般來講是跟著嘛對不對 好那我們看例句用法哦 好 好 我們看這邊 好我們常常說呢 好我們常常說呢 follow本來是呢 好假設我說呢 我們跟著某個人的意思 好 好 好 我說呢 好 我說呢 was followed list 指这个single嘛 所以他把这个单曲移到前面当follow的主词 所以句子就变导装语 变成被动语态 变成呢 his single in 2014 was followed by his album in 2015 所以可见呢他的书就变成是说呢 他的2014年的单曲是紧跟在2015年的专辑之前的 所以就是表示因为他想要时间呈现顺序是他的单曲先 他的专辑之后 所以他才把他移到前面 在我们介绍一些艺人或者是歌手或电影的专电影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出现到很多时候出现这样的用法 好比如说呢最近迪士尼要推出了 迪士尼在最近这几年推出了很多真人电影嘛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前年是Beauty and the Beast 所以我们可以说呢 Beauty Beauty and the Beast was followed by 阿拉丁 OK Beauty and the Beast in 2017 was followed by 阿拉丁 in 2019 所以呢表示 2017年的美女野兽是 是呢 是呢 緊跟 2019年的阿拉丁呢 是緊跟在2017年的美女野兽之后 表示谁先谁后的这个顺序 好那他2015年的W album 这个W就是他的这个呢 出道专辑 首张专辑 叫做Hand written which reached number one in billboard to two hundred chart and sold more than one hundred thousand copies in this first week 好那我们来关系一下这个soul的用法 你看到两个动词用过去式 所以表示呢都是which跟soul 它是被关带 被连接至and的连接 那which指前 which指前面的which 这个专辑呢 达到这么 在排行码达到第一名 同时你看到 它and的后面没有被动语泰 所以这边的sold是主动语泰 其实sold可以当主动用法 卖了超过 more than is over的意思 超过了这么多张的copy 这么多张的就是张数 因为它原本是一个原档 复制了很多在卖给你们嘛 所以这都是复制的 这个它的原始档案 那 在一个礼拜内就卖了这么多 那很成功嘛 所以mander's career was able to take off 那作者就说 为什么他这么快就可以成名呢 他的影片有能力 was able to take off 可以去 take off本来是指起飞的意思 他的影片可以起飞得这么快速呢 是因为he already has had a large built-in fan space of online followers 这个他已经有一个很庞大的 很庞大的什么呢 把built-in 一个很庞大的内建的fan base 是基地 一个很庞大的这个粉丝的基地群 什么样的粉丝的基地群 他们就是online followers 他的线上的这个跟随者 因为你记得他当初是上传影片到线上平台嘛 那什么叫built-in呢 built-in就是你买东西 你不用额外安装 他本身就已经有的 好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了 很多手机现在都什么样 那边 他说的 现在 现在 有的 他的online follower 那follow可能是指他的fans 不是跟中狂喔 是指fans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都會在學校的時候 我們都會知道呢 也許有個同學在學校很受歡迎 she has one thousand followers on Instagram 他在Instagram上面已經有什麼樣 一千個followers 這以鳳鑫高中學生來講應該算是很多對不對 Instagram上面已經有這麼多的followers Instagram 好 接下來我們就是往下看喔 那在2016年的時候呢 In 2016 大概三年前 Mandus released his second album 他就上傳他的這邊的release 但我們最後會解說一下這個release的用法 他上傳了他的那個第二張的專輯叫做illuminate a self-titled album came out two years later 注意看這邊有兩個用法 一個叫can out 一個叫release 你有沒有發現這兩個意思其實都是指專輯釋出 那用法到底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用這個機會來解釋一下 最大的差別在於他們的用誰當主詞 好我說呢 Mandus released an album 他上傳一個專輯 好release只能用人當主詞 那cam out呢 cam out只能用專輯或電影當主詞 A new movie came out last week 上禮拜一個新的電影出來了 好那麼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個概念呢 好我們來我們利用這個機會我們看得出來 這個用人跟用事當主詞 好那現在如果我今天要把album 原本放在巨手 可是我要release這個字怎麼辦 是不是就會變成 an album 他要一道巨手 可是我現在要把他用release來寫 可是release本來是受詞 所以他就要變成被動語態 was released by Mendes 對不對 by Mr. Mendes by 好那我們看這邊 看這兩個 2跟3 好 現在呢 我要把它做關帶的形容詞 好看到喔 a new album which was released by man by Santa лось by It's very good 非常好 It's good 一樣 我把這邊 一樣喔 我把它當起用詞 a new movie which can out last week It's good 好 我們來看中間這個地方 當它當關帶的時候 因為它有release 如果用事當主詞 它必須是被動用法 可是因為can out 本來就是用事當主詞 所以它本來就是主動用法 那我們今天 which was released 當關帶形容 the new album 跟which came out 當關帶形容 a new movie 當我今天把關帶 這個which省略的時候 事情會變成怎麼樣呢 當把關帶省略之後 是不是後面的動詞 又必須變成分詞 你會發現release的情況 它的分詞 是一個被動概念 所以當我把which省略之後 我必須要保留pp的分詞 必須保留被動分詞 所以最後整個句子 就只剩下什麼 released 表達被動語態 表達被動語態 the new album release the by men does is good 可是後面的呢 which came out 因為can out 本來就是主動概念 所以變成分詞 去掉連接詞的which 變成分詞的時候 它必須變成ing 所以你就要變成 a new album coming out last week is good ok嗎 所以看這個概念非常重要 好接下來呢 他的這個self title指的 就是他的這個 就是同名專輯 兩年後嘛 就是2018年 那個專輯叫做 sharmandes bose received bose指是這張專輯 跟另外兩張專輯 receipt 收到favorable 這個favorable 以前有學過favoris嗎 那為什麼是 什麼叫favorable呢 favorable 它是從favor變來的 那什麼是favor favor是令人 favor就是偏好 好比如說假設 我們來看這個動詞 favor 先從動詞favor變來 favor是偏好 假設今天你家裡有一個說 你有一個哥哥跟一個 你有一個就是妹妹 那你媽媽每次發生什麼事情 都指就是問你們吵架 都指處罰你妹都不處 都指處罰你 不處罰你妹 你就可以說呢 my mom favor my little sister 我媽呢都偏心我的妹妹 他呢都只會處罰我 不處罰我妹 那favorable呢 叫ABLE 就變成令人 怎麼樣 令人偏心的 令人討喜的 所以呢 兩張專輯都收到 令人討喜的 令人 就是令到這些粉絲 喜歡的這個reviews review不是複習 review是指回顧 不管是電影還是專輯 都可以有回顧 回顧是指誰呢 就是那些影評人啊 專輯的這個評分人啊 或金曲獎的評審啊 這些人就是creties 評分 評就是評檢 評論家 所以金曲獎的評論家 或電影的評論家 就是creties 得到他們 受到他們喜愛的creties while also topping the billboard 212 這個while就是同時 那為什麼後面直接while加ing while 為什麼後面怎麼直接貼ing 因為他本來應該是什麼 while it also it指是什麼 指前面這個專輯對不對 oh both 所以應該是while they also 他們也怎麼樣 上了這個專輯排行榜 因為主詞是一樣的 所以他就省略了 那top 我看到這個top的用法 top這邊當動詞 意思是在什麼什麼的上面 比如說呢 假設我今天我說呢 今天班上有個同學 成績非常好 我們就可以說呢 Susan always top the one thousand students in her grade 在他的年紀的這個學生 一千個學生當中 他總是在他們全部人的上面 就是在他們的第一名 那這邊指說這兩張專輯呢 都在這個排行榜的第一名 ok this met him the third youngest autist to have three number one album 這件事情讓他成為 met him 使 猛人 兩個 兩個名詞喔 讓他成為了 third youngest autist 讓他成為第三個 最年輕的歌手 怎麼樣的歌手呢 擁有三個 number one album behind Justin Bieber and Miley Cyrus 在他們兩個人之後 因為 Justin Bieber 跟這個Miley Cyrus 他們兩個都曾經有過 number one album 的這個經驗 那 Justin Bieber 大家可能知道 那Miley Cyrus是誰呢 那如果你有看過一個迪士尼的電影 叫做 Hana Mohana 就是這個女明星 那這兩個人 Justin Bieber 跟Miley Cyrus 他們都是從那個迪士尼同行起家的 但Miley Cyrus 我覺得最近 他最近這兩年的 他的行徑有點怪異 所以我們就不談他 有興趣可以自己去搜尋他 好 最後呢 Mendes has clearly changed from a boy whose song cover song into the true star 那changed from A to B 他終於成為 從一個男孩 什麼樣的男孩呢 只能唱cover song的男孩 變成了一個真正的明星了 所以changed from a into b or to be 好他已經清楚地變成了一個明星了 好 接著我們往下最後一段了 那 man did say in a ring to interview interview就是訪問 他曾經來把這個in an interview 可以把它先圈起來 不要看喔 那我們就抓到後面主詞 他曾經說什麼呢 他說 那他在哪裡說呢 他在一個訪問曾經說過 in an interview 他說過什麼呢 he gets his inspiration from fans 好什麼是inspiration inspiration就是啟發 好假設今天呢 你平常本身原本 平常去買東西都隨身帶著那個 都不會帶自己的袋子 都拿塑膠袋 那有一天你在youtube上面看到海龜的影片 你看那個海龜發現他被解剖 肚子都是垃圾都是塑膠袋 你就很 很震撼 所以這個影片呢 就是一個inspiration 對你來說 讓你從此以後決定怎麼樣 都帶自己的袋子 都帶自己的袋子 或準備自己的袋子 不要拿塑膠袋 這就是一個inspiration 讓你得到一個啟發 ok 所以呢 他從他的fans到啟發 什麼樣的啟發呢 he loves sharing how his music has influenced them and he hopes to create a song for big moment in people's life 他很喜歡聽到呢 他的歌是怎麼樣影響他的fans 這個dance 這個fans 所以如果他的fans今天打電話跟他說 Hey man hey Mr.Mandus Yes I feel so happy that your song changed my life 他的歌呢改變了他的人生 所以他很想知道他的 他的歌是如何影響他的fans的 如何影響他的fans 讓他們呢 在生命中的一些事情中做的重大的決定 而且他也希望 he hope to create a song 他希望創造的那些歌曲是為了什麼 for big moments in people's lives 所以說的big moment 可能就是指說 可能是比如說你出 你結婚的時候啊 你上大學的時候啊 你交了第一個男女朋友的時候啊 這些就是你的big moment 在人生當中 好 那他接下來說什麼呢 I want to do incredible things incredible 其實可以學起來 incredible等於我們常說的remarkable 或者是非常驚人的 我希望能夠做一些驚人的事 驚人的一些事情 that make a difference 可以創造一些改變 那他也說過 It's not only about the music you release 這不是只是關於你就是做了什麼歌 你在市場上賣了什麼專輯 It's about the thing you do while you are making the music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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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件事情也就是說 那是 這件事情也就是說 對他來講 創作做專輯並不是他賣了什麼樣的音樂 而是 在創作音樂的過程中 他到底想要在這音樂中做什麼 他到底想要放什麼在他的音樂裡面 It's about the thing you do while you are making the music 所以 If you are thinking about how to inspire more people while you are making the music That means much more important than Shawn Mendes They're making a lot of money 所以他覺得這樣可能是個重要的 與其想要賺多少錢 他在創作音樂的過程中 他到底想要做什麼才是他覺得重要的 On that note 所謂的On that note 就是在這個理念上 Mendes has made 這個所謂的 後面這個標談的單子 我們來一起念的時候 Philanthropy Philanthropy Philanthropy就是慈善事業 我們可以所謂的就是 意思就很接近呢 我們所謂的charity 就是慈善 charity Philanthropy charity 他也把那個慈善事業當作一個key 好又出現了 made a b 他把a當作一個key 他把使他成為一個key part 一個關鍵因素 他的identity 什麼 identity identity本來是身份嘛 那他的身份間是歌手 可他除了是歌手之外 他也希望 一個charity 這種概念 Philanthropy 這種概念 也可以是他的身份的一部分 也就是大家看到他 不會只想他是個歌手 也會想到他也是個慈善家 他自己創立 甚至跟這些基金會合作 來幫助 promote 推廣的教育 provide relief 提供一些relief for earthquake victims 我們學過嘛 災民 那relief就是 讓災民可以舒緩痛苦的一些做法 比如提供他們一些幫助他們暫時不會感受到那麼痛苦的一些幫助 and raise money 這個 raise money 是指負款 那個募款 for women with breast cancer 那brace cancer就是乳癌 那with就是有乳癌的 就是要替那些有乳癌的婦女募款 那我們看到最後喔 it is obvious that there is no stopping this talented young man 那這個it is obvious用法很重要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 通常是用在句尾 我們常說呢 好 it is obvious 我們說呢 it is obvious that miss miss 王 is very angry 好 miss王監禁教是什麼 一句話都沒有說 表示很明顯的 it is obvious 這件事 後面這個情況是非常明顯的是 她已經生氣了 那有時候你看到這邊這個that會省略嗎 很明顯的是miss王生氣了 那回到我們這邊 所以這邊應該有的是什麼 it is obvious that 這件事情是很明顯的 什麼是很明顯的 there is no stopping 這裡是沒有辦法 沒有任何停止的 沒有任何人能夠停止這個talented young man 可以停止這個這樣就是天資聰益的年輕人 so long as he has the opportunity to be a role model he will continue inspiring others with his music and his charity 好這邊這個 so long as he so ins 3 so呢 它的意思就是 只要這個條件成立的話 只要呢 他 有一個機會 可以成為 Role Model Role Model就是大家的這個 楷模 只要他今天還有機會可以成為大家的楷模 他就希望他会 he will continue inspiring others 他就会持续的 怎么样 激励别人 用他的音乐和他的这个 和他的慈善心态 好那我们看我们这边课文的用法 so long as 他这个就是一种条件的概念 好比如说as long as you finish your homework you can watch tv as much as you like 你想看多都可以看 you can 好所以呢后面会搭配助动词 你就可以 或他将他就会怎么样 他将会可以怎么样 这都是一个条件 必须是A条件成立 B的这个结果才会发生 所以呢只要你做完你的功课 那你就可以看电视 看到你爽为止 这边呢我们的课文就是 只要他还有机会成为这个role model 他未来就会持续这么做 因为他一定要先有能力成为role model 他才可能做到后面的这件事情 他就会持续 continuing continuing 加上inspiring 持续 inspire是前面的inspiration的动词 激励其他人 用他的音乐 with his music and his charity 用他的音乐跟他的慈善心态 慈善事业 来激励其他人 好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录到这边 那这个情况很好加油啰 这边是 这边是 课文 诺实力的 课文 课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